主料,蒜苔350克,猪瘦肉200克,辅量,油,生抽,盐,花脚,生粉,姜,辣椒酱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蒜苔前去头部烙的部分,洗净切剩断,猪肉切片后切丝,切好丝的猪肉,用一点花椒和生粉状腰一下,炒锅下油,放香香丝,下腌好的肉丝炒至变白, 下一勺辣椒酱炒出红油,下机好的蒜苔发炒,加盐和一点生抽调味,再下一点水煮至蒜苔断生后起锅,烹饪技巧,虽然蒜苔生的也可以吃,再炒半生熟的蒜苔,有一股生蒜味,不喜欢的一定要煮熟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